要鼓掌 各位線上的好朋友 還有1111人力行的粉絲 大家好我是何啟盛 我是陳寅柔 很高興來到了我們今天明代來接招的第二集 這個最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們在上個月曾經邀請了各個政黨的總統的參選員 在我們節目裡頭接受我們的訪問 沒有啦接受我們的訪問 然後實際來談一談對於年輕朋友未來有什麼樣的政策的支持 讓大家覺得我們在投票的時候有一個參考 接下來總統參選員的訪問我們還沒結束喔 我們陸陸續續的我們還沒來做邀請 緊接下來的第二步我們就是有明代來接招這樣的一個單元 今天的第二集第一集邀請的是王定寅 為什麼邀請王定寅 是因為王定寅他是全國最高票 所以他第一集 全國最高票 那第二集邀請的是什麼樣的特別來賓呢 我們一起來歡迎第二集的來賓何志偉 登登登登 何志偉 何志偉 憑什麼是第二集的貴賓 最重要就是因為他年輕 沒有因為他有顏值啦 顏值 顏值 講到了第二集 沒有顏值 沒有顏值 因為他的顏值 沒有因為他年輕啦 因為我們這個明代來接招 最主要還是讓線上很多的上班族的朋友啦 還有求職的朋友 他們平均年齡都比較低 那所以呢 讓年輕的民意代表 年輕的立法委員 一起跟他們來暢談 到底呢 對於年輕朋友 在台灣社會上走 不管是求職也好啦 工作也好啦 怎麼樣能夠擺脫 現存很多的抱怨啊 或者是困境 讓他們更懷抱有希望 這是我們 舉辦那個開辦的這個單元 最重要的一個原因 那何志偉立法委員 也是新科喔 因為是剛剛補選 緊接著馬上就要挑戰連任 連任 所以這個壓力我相信是可想而知 非常而知 跟所有的線上的好朋友 來介紹一下我們的委員 我們何志偉委員呢 他有一個封號叫做斜槓立委 怎麼說呢 來看一下何志偉小檔案 斜槓就是 顯得自己還不夠忙 對阿委員還不夠 他還身兼多職 還有多重身份 待會兒來一一介紹 先來看 欸我會志偉委員是 生於美國南加大的碩士畢業 在2010年的時候 就主動放棄美國籍了 好然後在2010年 任職台北市議會 第11屆士林北投區的議員 2014年以第一高票 26283票 來連任同選區的議員 然後2018年 就獲得了民進黨的徵召 參與了立委的補選 進軍國會 之前也擔任過廣播主持人 寶島新生 還有他現在也是 假日畫室的市長 是非常有才華 所以呢 來到我們節目裡頭的 明帶來接招的所有的貴賓 都曾經 這個榮蔭 第一高票這樣的殊榮 何志偉委員也是 是第一高票 好 那麼 因為我們節目呢 不是政論節目 是 所以我們不談政治 我們只談政策 而且這個政策還特別限定 是在對年輕族群 這些好朋友 有幫助的這個政策 所以呢 既然不是真正節目 那它又不是綜藝節目 可是絕對緊張刺激 所以一開始 請明帶要來接招 既然是來接招 就具有很有挑釁的意味 到底要來接什麼樣的招呢 我想我們來 剛剛委員一進來的時候 我們工作人員就扣留了他一樣東西 喔 對 好把東西送上來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喔 包啊 這包可以看嗎 我們還是要禮貌性的 還是禮貌性的 申請一下可以看嗎 我們根本就 一直問一下而已 意思意思啊 怎麼樣還要看一下 好不好 這個包 其實我這個委員還蠻樸實的 這包也不是什麼 泰銘牌的 泰銘牌 你也許是我不認識這個牌啦 沒有 沒關係 這個 我的食物嗎 不是 我覺得 算了 我覺得 我還是還你好了 那被我們扣留了 一定要來看看你 不是因為那裡面 這 這樣看好不好啊 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嗎 我看一下 這個包中有包 我們現在看這個包中有包的包 對 這個是 包中有包的包 這是什麼 電腦包嗎 這是放電腦的 對 可是裡面沒電腦 裡面不要帶電腦 對 喔 這一塊是 這什麼啊 這個是 感覺很計時耶 還是療癒用的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我們辦公室 我們辦公室大概每個禮拜 會開一次大會 然後因為我們為了防止大家講太久 所以都會 包含我自己 這家一分半 把一個東西講完 這樣子 一個舉牌的概念 對 對 而且你不覺得大家就是很緊張的時候 放在辦公室 辦公桌中間 然後大家會慢慢講 然後很療癒嗎 所以辦公室內部 我們跟頭人 或者跟主管之間這個 不會更緊張的行 快跑完了 快跑完了 對然後就是他會慢慢講慢慢講 其他有些放空的至少假裝 在放空的 或是假裝放空 會看一下他 就不會被抓到有人在放空 那我待會跟你卸一個題 我告訴你 你現在要搞這種壓力的 我們待會壓力很多 待會有快快快快 然後要5秒 這樣一分半 對於其實很多時候啊 就是 把重點講完了 那就好了嗎 對 這種東西是給我自己 可是大家都有手機啊 手機就定時間 就好 你知道店很貴嗎 老闆的心聲 確實他是一個陪伴 對 時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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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什麼 錢包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立法委員 身上會帶多少錢 身上會帶多少錢 所以有銅板不算了 我們看這個大鈔 真的也沒多少 真的是沒多少 你在外面都是吃人家 喝人家的 才2000多 我看一疊藍藍的 還有另外一層 另外一層 對 這邊是2200 兩百 兩百 這邊呢 其實也不是多少 這樣照得到嗎 這邊也不是多少 好可怕喔 我覺得好可怕 2000啦 這裡 3000 這裡有 這裡有 看得出來這不是 5000 7000 700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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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麼座 我是金牛座啊 金牛座錢才帶機簽 這什麼金牛座 你問你們金牛座 我還有悠遊卡 還有什麼呢 沒有 你做悠遊卡嗎 我會啊 真的啊 哇 對啦 就健保而已啦 對 健保卡 你看這個 這個人其實 信用卡也就是 一個提款的啦 對 一個信用 對 算樸實 算樸實 不要說年紀輕輕的 我們的民意代表 很喜歡呢 沒有喔 沒有喔 這個包也是用了很多年的 看起來也不是名牌 也不是什麼名牌 從這個金屬 我用過的就是名牌 好 好 還有通告費你看 沒有嗎 就收起來 就收起來 這還在這邊 你有沒有說通告費的人 我這一 真的有領過通告費的 你一看就知道 這個是 法案 你看 有認真 好 這個袋子先放旁邊 還有沒有我看一下 看的好細喔 好可怕喔 這個我知道 這個我也常用 聯絡簿 這是立保醫院的嗎 這是立院三保第一保 聯絡人的本質 另外傳輸線 這個還要自己帶欸 福石吧 其實你看這等福石都已經要斷掉了 還自己用膠袋纏起來啊 這個我也是這樣做的 我也用橡皮筋啊 或者是吸管剪一截啊 這個我也做 沒有啊 沒了沒了 還有這邊 這邊是名片喔 名片 還有藥水 還有自己的 其實還蠻雜亂的 這個建議好好的整理一下 因為有錢人通常他的那個 皮夾都整理的蠻好的 真的 好 好 好 我跟你講你喘不過氣了 好險 因為這個 這個包包看完了 還有別的 對 還有別的考驗 好來拿走 我們行 有觀眾問說 委員感覺很惜物 東西都好像有一點點舊舊 對 對 這個部分你對於物品的使用上頭 你個人是有什麼樣的習性 真的 你包也是 也是 感覺 我猜這個包沒有七年也有八年 就還能夠用啊 而且又好用啊 就這樣子啊 而且你不覺得那種錢包用久了之後 它會有一個結構鬆散的感覺 摸起來呢 手感很好 好 對 舊東西它有它的那種溫潤的感覺 你不太換心了 有一些 有一些物品 那個金牛座就喜歡找東西 對 是嗎 怪他 或是有老靈魂 素食懷舊 而且不追求名牌 非常樸實 其實還好啦 就是好用就好 而且那個 剛好那那個錢包還有一個拉鍊 所以不會因為它跑來跑去 甩來甩去 它的銅板會掉出來 對 超務實 金牛座 超務實 對這也是金牛座的個性 而且那個有時候走路 很怕有那種銅板聲嘛 那如果它是有拉鍊的 它就不會有那種 啞鈴啞鈴啞鈴 就是農曆七月你邊走路 還有鈴鐺聲 那其實是很可怕 對 OK 好那接下來 還有另外一個挑戰喔 繼續緊湊的 來來來 就是 我們有個快問快答 快問快答 來測試一下 答錯會不會懲罰嗎 嗯 會懲罰嗎 懲罰再說 好 懲罰就是 在一秒鐘之內 把那邊寫個光 不會懲罰就亂打 我們快問快答 不行了不行了 很多網友在看喔 他也是在 網友在解釋你 因為裡面可能會問到 一些選區的事情 OK 請委員三秒內答出來 是 是 來喔來看第一題 最近哪款悠遊卡 我看完了 快抓悠遊卡 昨天是什麼日子 我差點被普渡掉的日子 普渡 現在有沒有另一半 好像有好像沒有 好像有好像沒有 他現在回答不行啦 好像有好像沒有 也就是說 是在曖昧期的意思 對不對 偽單身 好像有好像沒有 等下這個 等一下再繼續追問 若有落線 七星跟誰一起過 我跟超多人一起過的耶 至少超過五千人 喔 你參加什麼活動說明一下 2 2 5 5 你講其中一個人 誰 講一個 5千人其中之一 觀世音菩薩 他是人嘛 他是神 我們那天就是要拜拜啊 到處跑啊 好 第五題 基本公司現在調漲到多少 2 2 8 5 2 2 3 2 3 2 3 8 0 10星 10星的部分 185是不是 158 158 現在又來推185 第六題 全球最賣座的電影 何啟聖 沒有 那個 何啟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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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ventures 沒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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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仇的 Adventures 逼近30億美金 是的 來的第七題 大同志玲 一日遊 你最推薦什麼行程 跟著何志偉出去玩 就這樣子 就這樣子 喔 那你願不願意辦這麼一場活動咧 我們把它乾脆就固定下來 其實我們那邊有山區陽明山 然後又有社子島 那邊還有銀鑫碼頭 是 銀鑫碼頭可以衝浪喔 而且那個超多比基尼 然後超多那種八塊腹肌在那邊 很屌 而且那就是我們一起打造 好像很不錯 在社子島 就在社子島 然後我們可以先早上去爬山 在陽明山爬完之後直接去衝浪 把汗水就不會洗掉 然後呢再去大同區吃小吃 大同區很多美食 然後那邊還有很多用中藥材 還有藥酒做出來的調酒 很了不起 喝了之後 保證你 身體病病酒 欸你說的 病病酒不是什麼壞事啊 病病酒 身體好的意思是 這叫做病病酒 病病酒已經是過去式 現在都喉喉酒 你看第八題 節目效果 節目效果 直播電網連千億最近 你槓上來哪個知名的 綜藝主持人 吳宗憲吧 吳宗憲吧 吳宗憲 沒錯沒錯 對 迫使吳宗憲道歉 你們在那倒鍋好兇喔 一直這樣 嗯 這一題希望委員可以大聲回答出來 藝營業人類銀行 將今年訂定為職場的幸福元年大力 推到什麼呢 幸福企業 沒錯沒錯 你們合來最後一題第十題 選民說的哪一句話讓你印象最深刻 你好帥 你好帥 你好帥喔 這種 因為等一下 我不是被他講一下 我從來沒有覺得自己是帥的 認真我從來不會覺得自己是帥 所以當他說我很帥的時候覺得 那個我也沒有長得很高 所以認為帥哥應該是那種185之類 我心中的帥哥 可是你只有180對不對 對 差五分 181要不然 所以我就覺得 這個你應該常聽到 不要拜託欸 怎麼會讓你印象深刻 選民講的 就是說 有時候可能幫忙人家做完一件事 他專門打電話跟你說真謝謝 對 然後好險有你 那其實我也覺得很感動 就是 你至少做了一些事情 對人家是好的 是 但我手中其實經歷過 非常大型的案子過 像之前的八仙城報 還有像正傑 正傑的受害者的家屬 這邊都是我們幫忙協調的 那當然台灣前一陣子也發生很多 像U-GEM 他們很多職場上面的員工被積欠薪資 然後老闆又落跑 然後老闆後來還告他的員工等等的 就是其實很多勞資糾紛啊 甚至是一些關顧生死的東西 其實在我們這一份工作都碰得到 所以想要變成超人的話 歡迎在我們辦公室 我覺得這個民意代表存在的價值 其實一直在這個地方 也就是說很多社會基層的這些小老百姓 他求助無門 然後總是希望說能夠有一些有利人士 能夠幫忙他們 其實真的 就是有時候像他們遇到問題 可能走正常的正規的政府的路徑 可能像之前有被積欠薪資 他可能一下要勞動部 然後勞動部又要法院去做認真 認真再回來這種勞動局 就中央地方法院那樣跑來跑去 請問一下假設說一個員工 他一個月薪資三萬多還不到四萬 那光是這半年時間他這樣去run 中間又要搞又要找工作 然後又要去處理他自己的事情 如果沒有民意代表在中間 把人全部串起來的話 其實他真的是很痛苦 那我們的存在其實就是幫忙做整合 幫忙做便宜 就像貴公司一樣一一一 也是一樣做一個平台嘛 把老方跟資方串起來 那我的工作是把民眾的聲音 然後把政府單位串連起來 這例子舉得太好了 你這例子一舉我就了解 民意代表工作到底是什麼樣的性質了 我就跟你講得很乖啊 你就不相信 這個我們今天訪問到何志偉委委員 對 而且沒有這種歷練啊 有啊有啊 那時候剛好是在美國讀書吧 美國景氣最好 就是你這樣笑臉也賣一台車 然後臭臉也賣一台車 就覺得好神奇喔 那就賣車 然後我自己還有去叫過畫畫 然後在媒體工作過 我在八島聯播裡面當DJ 一做就做十年了 然後還有當過節目的主持人 就是政論節目的主持人 然後自己還會 我還是 你說這是明代前嗎 明代之前 然後明代過程當中 我這是過去的時 然後我現在還是精品咖啡協會的榮譽會長 就是沖咖啡 那對然後 等一下抓個羊齁 然後我還有誘教協會 對就是可能 因為其實老實說啦 我覺得台灣的產官學有一點分離 對就是像最近那樣買洗面爐 有水分離有沒有 產官學也是在分離當中 那到底如何把民眾的聲音傳遞起來 那其實我過去可能把他們做很多事情 包含一下 我也是眾醫師工會的顧問 就在今天我們的中醫啊 跟中藥納入長照 那我示範 對剛剛拆完記者會 示範點就在我的選區 對所以你要轟轟轟可以來找我 還好還不需要 對 維持得很好 謝謝委員關係 這會不會被開場 那我們就 我們就把不同的產業別啊 或者說不同的可能需要幫忙 就幫他們發聲 那相處久了之後 他就跟著你來當我們理事長 或是榮譽市長之類的 但是 但是今天我們最好奇的應該是 就是委員在繪畫方面的成就 對 這藝術圈好像有很高的評價喔 對 我的了解就是 之前是假日花式的算是 市長 市長 對 所以說這個也就是在鋪路 未來就是要選台北市市長 市長 市長 先藝術 先藝術 假日花式 我記得在 我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是在兩年多前 在世貿三館 對 那個時候也有一個 也舉辦一個畫展 或是藝術展 裡頭呢 那時候我也有經手一個 藝術經紀叫良權大師 他是香港電影經常講座的創作人 那是1991年就接受香港電影協會的委託 所以到今天 二十幾年都是用他的 這個像還放在維多利亞港 然後所以這個大師也有去參加 何志偉委員所舉辦的那樣的一個展覽 裡頭 所以我了解這一段 但是繪畫這個部分 很好奇耶 怎麼會當初怎麼會接觸到畫畫 好像比較少聽到一般人會接觸藝術這一塊 其實我很小很小的時候 大概三歲四歲的時候 其實我們家就是 牆地中被我畫亂七八糟 我當時就是我們家 基本上到處亂剖這樣子 所以從小被打到大 沒有啦 就一直被揍這樣子 但是我被 被這個 被長輩揍 然後我媽因為說 沒關係喜歡畫就給他畫這樣子 所以我們家從小就是有 這個反對派跟主戰派這樣 還有這個 保護派跟主打派這樣子 那我可以想見 就是你從小家裡面是不撲壁直 小時候我就真的 會黑白狗這樣子 然後還畫到人家的車上 畫到人家的牆壁上 因為老師出了一個題目就是 畫爸爸的車 所以你就開始回去畫 去畫爸爸的車 那好以前 以前都還是蠟筆之類的 或者是水彩 還好清 對那個還好清一些些 那 後來慢慢長 那我覺得台灣的教育 其實對於藝術這一塊 是不是很care 那後來我去美國回去讀書 那我那個一個老師 我真的這一輩子 最感謝的一個老師 叫Burnette 他其實是一個不負責任 也沒有不太跟你講話 然後他也不太理你的 一個老師 可是他卻給我人生當中 第一份對自己的 算是相對應的自信 為什麼一個不負責任老師 你也知道那種學生都會說 像你畫完之後 欸那老師這個可以嗎 老師這個可以嗎 你回去問他意見 然後他就這樣假裝 就是真的 我現在長大之後 是不是知道他是假裝的 長大的時候 他就假裝看一下 Masterpiece 然後我就呼呼 他就跟你學白畫這樣子 那你也知道那種 十五六歲的小朋友 很容易被騙 他就想哇 老師 而且他是那種 他是長一副很高貴的白人臉 你知道嗎 男生男生男生 然後他老婆也是 偶爾會許一下 那就開始畫 而且我那時候畫的時候 我就發現說 找到人生當中第一份的自信 這個是十五六歲的時候 對對對 然後而且我自己畫東西 你也知道那個年紀的學生 其實我們有升學壓力 你很難坐下來好好讀書 那我以前其實成績很差很差 爛到爆掉 那開始有畫畫之後 我覺得我的專注力是有提升 那更重要是找到你對自己的認識 然後其實人類的人腦 是比我們想像中更厲害 我們大概可以抵過這種十幾台 有人工智慧的手機吧 你很多潛意識會在裡面找出來 跟自己溝通 那我自己開始畫畫之後 我就發現我的人生其實有所改變 那我讀完書之後回來台灣 我開始在推兒童藝術 一推就推十年 那最後我們剛剛講的 啟聖哥還有雨柔剛剛講的 那個假日畫式 畫畫的畫 我們立志要成為全台灣最大的 非營利的藝術交易平台 而且是彩繪原制的 那目前已經活了快 活了四年了 那裡面有個叫 姚通吉姚老師 他也是 他說 他喊一個口號 他不是政治人 他說我散盡家財 也要讓台灣 粉身碎骨需要嗎 沒有他沒有 他股價很好 他股價很好 他沒有骨質素 所以他每天喝那一天 就是他一定要讓家家戶戶 都對藝術能夠有見賞 而且會欣賞一幅畫這樣子 台北市民的家戶裡頭 他說全台灣 他發願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集結起來 大概有三百多位的本土藝術家 在做這件事 那當然就是當時候 反正我的那個很會 很喜歡開記者會 然後又可以幫他們當作代言人 然後順致是連結很多不同的空間 跟場域出來 所以我們當時候最有名 就是直接到露天去用油畫去寫聲 那常常每次一畫下去 就發現路邊圍一群人 對 然後也不知道為什麼 藝術家真的有那麼愛喝啤酒嗎 就很多人會放啤酒給我們喝 你還以為 我們就畫著畫著 奇怪地上怎麼那麼多啤酒 還蠻有趣 這種社會都有很多成見 他覺得浪漫的人 就必須一邊作畫一邊喝酒 對原住民有這種誤會 畫著就地上好多啤酒 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聽了委員的分享 一定很好奇究竟 你畫作講什麼樣子對不對 我們在看畫作之前 其實我也很好奇的就是說 那委員你又是什麼樣的一個機緣 知道你是十五六歲喜歡畫 那怎麼讓自己知道你的畫其實是有市場 甚至於可能會被接受 你現在十五六的時候是老師接受 後來是什麼樣一個因緣際會 然後在同業之間也被看到呢 第一個你自己一定要喜歡他 當你自己覺得自己的畫作都不好看 或者說你的作品 我覺得像很多人在做設計 做小編做美編之類的 甚至是做插花做蛋糕 如果你自己都不欣賞他的時候 你怎麼推出來 你不可能這樣做一個sales 第一個工作就是 你要知道自己的東西 你要認識你的東西 你要認識你的東西 你要認識你的產品 那我覺得對藝術家來加 藝術創作者來講也是一模一樣 第一個你要喜歡他 那第二件事情是 像我們看到全世界好多個 所謂高級的品牌 包含像3C的 他都有故事 你可能要透過這一幅畫 去講一個故事出來 那我們看到很多藝術家 很多人看其實看不太懂他 或是覺得他長得很醜 那甚至還有一些超級醜的話 也可以賣到天價 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因為他背後有故事啊 要有故事 包含把自己 某一位那個藝術家 把自己很多剪掉 或者是Monate 或者是一些高底 他們的藝術創作 其實都有他的一些歷史 還有稀有性存在 那第二件事情 像我以前做sales 你必須要把你的產品告訴說 他有他的稀有性 可能市場上 這樣子的東西 已經無法再流通了 等等的 還有時間性 告訴他大概什麼時候 所以像我自己的畫作 我是從來不買的 那市場上面大概 只有流通五幅我的作品而已 這五幅是我當時候幫 自己以前是單親家庭嘛 那我是幫那些 沒有爸爸沒有媽媽的小孩子 宣化給他們 讓他們去買 那聽說價格標的還蠻漂亮的 是 我的作品市場上只有五幅 以後也應該不會再有 這樣 除非有很棒的NGO 所以現在趕快跟那個何委員 趕快套好交情 希望何委員能夠正化 因為這個市場上 他剛才特別強調了 這個價值在於稀有性 稀有性 而且我的畫作 有的有很大的 有的有很小的 對 那就是讓它有故事性 所以我覺得 我認為我對自己的定義是 我繪畫是跟自己在做一個溝通 那我的畫作 連每一個都是我自己 那個時刻的故事在裡面 口說無憑 趕快來看看 到底畫的有多好 不敢說好 但是我會覺得 剛剛何委員講的有一段 是令人感動的 我覺得 有這麼一個搖姓的老師 他勵志 就是要讓全台的家戶裡頭 都能夠對於藝術的鑑賞 哪怕是收藏 我覺得這其實是一件好的事情 我覺得它是一個性靈上的陶冶跟提升 我覺得有一個美學的素養 我們在看很多事情 乃至於連心性 都會因為美而有所改變 來我們看一下 這個色彩很飽和 委員是屬於什麼樣的畫風或畫派 我的感覺是比較印象 對 有人說我是野獸派 野獸派 對 那這一幅畫作 其實還蠻大一幅 我們讓 我們讓 多大說不定 大概有 大概有半扇門這麼大 一半的門這樣子 然後這一幅畫是 用潑出來的 在車庫裡面畫的 對 潑的 影柔看出來是什麼 來跟委員交流一下 我們來培養我們自己的藝術的賤賞能力 你看它的下方 中間下方那個地方 我們從螢幕上這樣看 其實還蠻像是一個石塊的反光 其實 你看到這一刻 這一幅畫 這一幅畫老師叫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畫上 有沒有 有沒有 那我們幹嘛 魏復興師長說什麼 我都還想說 很像草原啊 一點夕陽的感覺 可是我就是喜歡它 色彩有的時候 因為這一幅畫最主要它的呈現方式 是我一直在刷顏色 一直在噴水 所以它自己的 產生的 產生的線條 是自然產生的 並不是我特別把它畫出來 就是 反正我一直潑它的東西 這樣子 一直潑上去 然後顏色就自己一直跑出來 像那個 那個黑色的那個部分 其實有點像那個芒草 對 在搖動的東西 就其實畫作就是你 就很見仁見之 對 所以看你自己喜歡就喜歡 對啊 而且又有一個 以我們攝影裡面 來講的那個 那個構圖啊 那個 那個 那個天際線其實 有點像這個 海平面的那種感覺 對啊 或者是田野的那個鏡頭 對 然後連接上 後面是晚霞 對晚霞 財幕 當然啦 委員自己都承認 這個他也不知道在畫面 他沒有故事 他完全就是色彩的堆疊 然後讓 觀者 其實很多的廢話也是這樣子啊 就是讓觀賞者 自己去解讀啊 對不對 每一根讀出來的故事 或者看出來的感受不一樣啊 除了這一幅之外還有下一幅 你自己覺得怎麼樣啊 我覺得就是很像 夕陽與灰的草原這樣 我只是問你喜不喜歡 喜歡 你說我喜不喜歡 我很喜歡啊 我覺得那個色彩感也很溫暖的感覺 不錯我覺得 又有點螢光 其實還蠻年輕的 對 這一幅 喔 就是 這個就熱情入火了 這個好像就有主題了 我已經看到了 Rose 對這一幅好像是前年的情人節在畫的吧 是不是 還是大前年忘記了 本來就是一坨紅紅的 然後 狗咧 就是 歐北狗的這樣子 其實印象派 本來也就是 在於 色彩 對 對 用色彩來表達情感 嗯 我還是有點小小的素養 是想要 還可以嗎 還可以嗎 很棒 小小的素養 大概就是以顏色的堆疊 他說不出來 他是一個什麼物件 否則就不會叫印象 對不對 那我原這幅畫 畫的時候是想要送給誰呢 這一幅畫 剛說好像是 喔 我想起來好像是我們那個 學校希望我們現場demo一個東西 然後就大概 所以這幅畫是已經送出去了嗎 還沒有還沒有 還沒有嗎 在你手上 我記得好像是有人請我們畫衣服 畫出來給大家看 然後這幅畫其實它的表現是 你用很多顏色上去 然後裡面有加一點那種畫的油 所以它是顏色會浮起來 中間那一圈的地方 然後再把它刮開來 所以就 還有用刮刀就是這個 有用刮刀的表現 那差不多這個很快 我這幅畫大概前前後再花 20分鐘就畫出來 喔真的嗎 喔那厲害 因為你看那個 它在灰色的那個地方的表現 你看它只有一個單色 其實那個裡面的那個色彩 其實是很複雜的 它有紫色 在這個 右邊 右下角的 右邊偏下面的 那個地方的處理 哇 你好厲害喔 還行對不對 猛將 沒有沒有沒有 一點點小小的認識 然後呢 其實就是 因為這個畫 是我們觀者 去來表達我們 怎麼來看這個畫 然後去尋求作者的一個認同 就是說 有的時候 觀者講出來的 作者還未必有理解到喔 我畫的時候沒有這個想法 被你這樣講好像也是是這樣 其實它像不像一個你從上方看上去 特別是在 這個左上方的地方 像不像是一個景 可是這個景的內容呢 它是一個紅色的底 所以就會讓人家就覺得說 其實也懷抱著一個希望 那個景的 景其實是黑 就是黑色的 這個景邊嘛 粉絲說也有點像吶喊 對 情人節有時候很容易吵架 但是它是一個會讓人家喜歡 特別是在顏色的布局上 在顏色的布局上面 它的輕重 委員收學生嗎 委員 你應該沒這個時間吧 我應該 神交可以了 神交 透過大家姓林的這個 這個這個互動 可以可以大家一起來 我們假日畫市 應該有畫 有出畫冊嗎 有 畫冊沒有 但是我們今年在那個 世貿這邊 我記得我有在畫冊上 看過你的畫 有喔 你自己沒有出啦 應該你自己沒有出 你屬於你個人的 但你的畫作 可能有收入在 是畫冊裡 有 我的畫我知道它市場在流通 很有趣耶 所以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 而且可以通過這兩幅畫 然後 通過網路啊 可以跟委員交流啦 所以要你抽時間去交 你大概不會有這個時間 YouTube是不是 YouTube喔 你如果想要畫 他可以一起畫 你就到我臉書 先發個訊息給我 我們其實有不定期 都會在外面 大家一起做畫 對呀 加入假日畫室 作為假日畫室的 市民朋友啊 對 是不是 那就有機會 可以跟委員接觸到 而且更何況 那裡頭有 那麼多 大大小小的委員 目前有三百多位畫家 對不對 都是我們可以去 去學習的對象 對 我覺得如果有興趣 從事這方面的話 太好了 太好了 我們剛剛有講到委員的經歷嘛 那除了深境畫家 還有廣播主持人等等的 那之前是當議員 議員的服務選區是 市林跟北投 但是轉戰前進國會之後 的服務選區就不太一樣 變成大同區跟市林區對不對 對 可不可以請委員談一下 有什麼樣的差異 其實差別性不大 那差別性又很大 差別性不大的是因為 這個不是答案 跟那個情人節陪生是一樣的 對 有沒有對象 民意代表的 其實生活就是 你每天早上起床 可能就是去 確認一下你今天 民眾教辦的事情 那可能像是過去的 在藝人的生活 你就很注重基層 可能什麼路平不平 然後紅綠燈如何 然後水溝 甚至是地方有沒有 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那乃至於像 畢案類的 像我在議員任內 打過最大的一個 就是七七行官嘛 劉振宏跟劉振馳 他的弟弟在亞民山上面 有一座豪宅賣7.7億 那後來要把這個 這個 弄案子解決之後 接閉 接閉之後 我還甚至在北投做了 三個泡腳池 這個credit一定要送給郝龍斌 當初的市長 也是謝謝他 承諾他任何支持 我們把公共財 給公共民眾來使用 那在議員跟立委 最不一樣的地方是 議員是地方的 那立委是中央的 所以過去我們的法規 議員可能就只要 針對台北市 交通什麼 十一住行 但是到了立委之後 是全國性的 所以你會發現說 我們在很多立法委員 不太敢隨便亂開記者會 是因為 你今天所有的論述 可能簽依法動全身 那有些法令 適用於否 這都要去思考 那很一樣的地方 是我們一樣 就是民眾都會來找我們 然後 其他的幫忙解決 都要解決問題 這個是相同的 對 那但是最不一樣的地方是 我當了立委之後 一直要接客 接客 這話什麼意思呢 因為這個 我剛好 你當議員也要接客啊 沒有沒有 我們今天也在接客 來接待你在貴賓啊 我剛好 我是 我會 我在美國長大 那我剛好會講英文 就生活沒有 不敢說英文很好 所以很多像其他國 像前一陣子才來了 將近一百多位 其他國家立法委員 國會議員啊 對國會議員 那我就要去 我要去跟他們 我要去奧學他們 我要跟他們對話 我的思議會也有啊 思議會量不會到這麼大 這樣子 一年了不起一兩團吧 那我們現在是一個月三五團 三五團 那甚至是 這麼多國家的國會議員 對我們台灣那麼有興趣 對特別是美國的 美國就一直來 他除了說真的他的 Upper House 或是他的這個參議院 眾議院 人會來之外 他們的國會助理 他們國會助理 其實是非常有重量級的 因為 對有權力的 對民意代表可能一直壞 對民意代表可能一直壞 他這一坨人 他們的caucus 他們的這些 一直在國會裡面 對一直都在國會裡面 那所以我們 他們會來尋我們的態度啊 我們友善度 對於或者對於一些法案 甚至是 國家跟國家之間的經貿 的狀態如何如何 所以我現在就是 反正就 因為我在立法院醉菜 你知道 進入職場 菜鳥能夠做 就盡量做 菜鳥能夠 有勢弟子福齊勞 對 童子 苦苦啊 就是美的 那我們就 反正立法院就像我 叫做那個 捷克組 這樣子 那個年輕人來了 然後就是可能 要跟他們 接待外賓 對接待外賓 那我其實很多人接待外賓 可能都是一直喝酒啊 或者什麼之類的 但是我都抓到 這個你外行 這個 只要喝酒可以啦 只是 吐就自己吐啊 可是我沒有很想這樣子 那我跑通啊 第一個原則是 我自己不喝酒 包含助理也是完全敬酒 這樣會不會不禮貌 怎麼樣很熱情的 要跟你喝 而且有的選民是 他根本不管你 他就先喝下去 完了 怎麼辦 然後你不喝 他就說 沒法面子餒 不會 我一滴酒都不喝 我說我們辦公室就是不喝酒 對啊 那如果說 有些人我會跟他說 你再裝一次 來 我們示範一下 我先喝喔 好 謝謝喔 來 乾杯 這是大杯水 來乾杯 好 一瓶就好 怎麼一瓶 我乾咧 沒關係 這水啊 對對對 謝謝 然後我會問他說 那個 我又跟他講說我辦公室不喝酒 辦公室不喝 都能喝 一滴酒不喝 我們就這樣十年了 因為稍等我們還要做事情 我還要開車 他也要開車 我待會還要為你服務 對啊 你如果喝酒 我帶你回去 對 就這樣 反正就一滴酒都不喝 然後或者說 有時候我也很耍壞 通常你問他說 要逼你喝酒的啊 我覺得職場上面也是啊 你是不是支持我的 他每個人基本上有十個 有十個都會 就算他沒有 他也會說有 他說這樣啊 你自己我 我就說我自己讓我喝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我的替我喝啊 對 有的選民是說 這一杯下去 100票給你 我覺得不可能 有碰過啦 不可能 通常會這樣亂喊的 都是空的 其實有時候我們自己 像我們有業務底子的人 都知道 紮紮實實 會挺你的 或真的有實力的 不會跟你亂喊 表現會不一樣 對 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 就因為我覺得 我辦公室我的員工 也是有家庭 有小孩 那隔天也要上班 那為什麼他們要多久呢 他們來賣腦又不賣乾 這是我對我辦公室 我不能說我是幸福企業 因為明代辦公室都很壓長 對不起 但是我可以為他們做的 老闆hold住了 他們就能夠hold住了 所以其實明義代表 很多樣態啦 也有像這種不喝酒的 就像很多人 業務業績做的好的 也不見得是喝酒 所以很多先生 每次跟太太說 你不了解啦 男人在外面打拼很辛苦啦 我要簽多少的單子出來 對不對 所以我每天要去應酬 其實也有不應酬 照樣不應酬 或者受到歡迎程度 還是很好的 對啊 就每個人走自己不同的路線 但是在我們這種職業別裡面 把自己弄到整個CAM 掉 那絕對不是你自己想要的 也不是你的大部分支持 你的選民要的 其實我自己應該算是 辦公室的管理階層嘛 我們其實有時候要抓大放小啦 抓大放小 你們大方向挺好的 這個真的很不容易 要樹立這種 大家對你的諒解說 你是不喝酒的 我以前在中南部 當記者的時候去採訪 很多中南部的縣市首長 有一個很有名的 我跟你講 他是來者不拒 佩服到極點 而且他是真的 因為我們跟著他 從這一套到那一套到那一套 他沒有拒絕過 他那個是什麼海量 我真的都 可是我覺得那個到最後 很厲害 十年後你的肝臟會高 會不好啊 對 可是我覺得對很多人來說 他就是一個從事民意代表的宿命 跟你講個秘密好不好 我其實以為認識一個民意代表 他也很可憐 就一直喝一直喝一直喝 結果有一次他去拔牙齒 不用麻藥 麻藥打一打 沒有感覺 還是很好 有的啊 有的啊 喝太多酒的一句 我才不要 覺得你們所有 至少我所受的訓練 身體健康是第一個順位 包含我的同仁都是怎樣 對 我們知道何志偉委員 其實在地方上也好 或者是 即便是因為補權 然後到了升級了 到立法委員 其實是很有口碑的 口碑在哪裡 就是他的服務 是非常有口碑的 很多的這個選民 聽到了這個何志偉都說 半夜叫都可以叫的來的 這個你在跟選民的互動當中 有沒有一些讓你印象很深刻 讓你自己都會很感動 或者是你自己也覺得說 透過你的服務 解決了很多很重要的問題 剛剛你提到這個 八千城包是一個 還有沒有 我聽到的故事 也許很多是神話 因為為什麼 因為在政壇裡面 大家都在造神啊 那誰知道說什麼 說有半夜還跑到陽明山 你也知道這個故事 藏輩 是真的嗎 半夜 這是什麼一個故事 就我們山上 其實有時候 大家以為 住在陽明山 好像都是很好的 哪裡 當然不是 那面其實有比較新 其實很大部分還是 就正常家庭 對 那其實山上每次這樣颱風來 第一波都會第一波全問停電 那那時候想到 那時候我們的 陽明山這樣很危險 還有土石流 對然後我們那時候是希望 因為我們的那個里長已經停電第三天 他已經受不了了 他包含他們的居民都受不了 而且也沒辦法下山 那很可憐 那我們在第一時間的時候 我們就殺 第三天要摳我 趕快就殺過 我三天班有人殺到山上去 然後我去之前呢 我自己沖了咖啡 然後去買檳榔 然後還有買那個提神飲料 你知道大概瘦在多少戶啦 那個時候大概有千多戶 你是知道啦 我是知道 上山前 對對對 然後就是夜里長嘛 然後我們就帶著 拎著東西去給台店的員工喝 給他們吃 然後他們說謝謝你們 你們辛苦了 拿咖啡給他們 他們在做修復 在這晚上的時候 然後他那個 那個台店的主管就轉過來 就是很高興在邊喝邊喝 然後就很感動 因為通常很多民意代表 看到停電當然會很有 民眾嘛 或是民意代表 也許會有氣 會有火 現場的 六個字 什麼之類的 就是罵髒話 罵得很難聽這樣子 那我那時候我覺得 因為我知道他們也辛苦 我不相信 我也不認為他們會偷懶 我就帶東西過去給他們吃 帶一點點心咖啡之類 還有檳榔給他們吃 那他們就現場就是一句話 喔 這樣就這麼好的民意代表 我真的很謝謝啦 就是 我也覺得就同理心 那當天晚上就覆電了 對 我覺得有時候 是非要溫柔 這個 一個叫王鼎君 那一個記者寫的字 我覺得是非其實好好講 對 真的喔 黃鼎君 他看著我長大的 是喔 雖然他很年輕 對 他這句話是幾個字 我覺得一直記在心裡面 我覺得有時候 一樣是 一樣是一句話 一樣是你一個目標要達成 你好好講慢慢講 就OK了 那我印象中最 選民服務最深刻的一個case 是 我一個支持者的媽媽 他也是騎機車嘛 然後遇到一個窟窿 就帥個亂七八 他手跟腳都斷掉了 然後就 我又看他一拐一拐跑進來辦公室 我以為他會很生氣 結果他不是 他說誒志偉 我們家附近有一個窟窿 要叫人趕快幫他修好 不然會有第二個我這樣 然後他說你要申請國賠嗎 他說 他生活也不是說 真的很有錢那種家庭 他說我付得起 那個是我自己遇到的 就這樣子 當然他可以依法 依他才全力去做 可是我覺得台灣其實很多是這一種人 很善良 很善良 真的真的真的 他其實在美國把政府告到剉掉好不好 就是說他都不要告 他也不想開記者會 把這個做好就好了 趕快把他做好 下一個時候還要這樣 對 我覺得就是 那個時刻你會 我覺得像我們在做民意代表 或者在職場上面 有時候 你會遇到一些事情很挑戰人性 你會看到很邪惡 很嫌惡 很嫌惡 然後也許是個陷阱 然後都不知道 有的時候未必察覺的出來 對 越走下去越發熱 但是同時你會遇到 你會看到很多 雖然 一下那而已 可是那個人性的光輝 你是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就 這個還是多齁 很多 這樣的還是多 很多 那種險惡的還是真的少 善意提起 他來也罵你 也沒有在生氣 就是好好講這樣子 所以 我覺得 這個 我自己認為我應該是還蠻 還算療癒系的 這個工作到底快不快樂 我的工作嗎 這也有工作啦 我現在 年代的 嗯 很多 很多人 都 有時候看你們也是 也是於心不忍 我今天買了 每天跟個陀螺這樣轉轉轉 對啊 我今天買了一張 就是我剛好 因為我朋友 他的父親往生 我在寫佛經 抄給他 抄給他爸爸 你自己寫 對對對 你時間很多 沒有沒有 就是空下來就寫給他 因為他爸真的是 對我們很好 然後寫個佛經給他 然後 那天剛好在買紙 我就看到一張卡片 他說人生 就是白忙一場 對 的確啊 的確是白忙一場 可是 我的工作如果說 可以做到一些好的事情 我覺得 他 解決問題 要服務民眾 打比方說 我推了一個最有名 現在農曆七月 酒駕雷犯要去殯儀館洗大體 洗大體 對 台北市一年的時間 在 對 沒有一個人 沒有一個人因為酒駕死 這要入法了嗎 已經推 我在立法院第一百天 就推到全國了 就是去殯儀館去服務這樣子 那我覺得我的工作的確有他 這個地方行政法規 是不是已經可以規定 對 不用到法 法的階層 他不用到立法 就是行政座位 所以行政座位就可以了 那我必須要講 像我這一場補選 我其實 我一百天的時間瘦了十公斤 一百天的時間 大概老了五歲 然後那時候我自己在選 這一場立委補選 所以我其實我全身都好痛 我連腳趾頭到頭皮 因為 因為要做表情管理嘛 這邊叫蘋果肌 蘋果肌每天都是乳酸堆積 你知道很酸耶 但是我覺得有時候其實 如果你認為你心中認同的價值 你願意 他就值得 那 快不快樂見仁見智 那至少 我在某個時刻 就像人生吧 或是你自己當爸爸 也不是每天看到小孩子都很開心啊 有時候專門就想捏他一下 這個不鼓勵喔 真的快心 你會覺得這根本就是個惡魔 有有有 一定有這種時候 好啦 這樣後面上 後面請加油 沒問題 你不乖 沒有沒事 好啦 結果我覺得 Alone the way 一路上有好有壞 可是你回頭看我相信他是漂亮 雖然說委員日理萬機 每天都有跑步完的行程 但是我覺得他很厲害耶 他出現的時候還是一個型男的樣子 他是型男的 非常帥氣 穿整套西裝然後穿球鞋的 是最近的 他們的一個穿法 請去ZARA看看 ZARA的男性電源都是這樣穿的 非常有型的 不是幫ZARA打廣告 都是這樣 對 委員非常重視形象 還有之前有拍過這個彭拍對不對 形象照 對 還有一段影片 可以讓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先看一下影片 先看一下影片 我們明明天看 我們會不會有一個好處 更多的影片 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實現在很多年輕人 個人工作室或是freelancer 都會幫自己做很多形象 那像我們這個就是 當然政治人物其實也是需要一些形象照 那我們到年底就要再要重選總統加立委 所以我們是重新拍一下自己的定裝照 你現在拍的這個就是為了這個尋求連任的時候要用照片 然後那天拍就我那天拍已經人進入半陣亡狀態 你是跑完突然以後結束了一天的行程 對我那天拍到最後 拍多久 四個小時對不對 自己拍好久喔 而且我那天其實眼睛有點睜不太開 所以你猜這個時候才體會到說一般做模特兒的辛苦就對了 對真的耶 當模特兒真的好辛苦喔 天哪 一個姿勢擺來擺去 擺擺擺對 而且還會遇到一些你都怪怪咖的樣子 就覺得現在新生代政治人物其實比較更辛苦 因為還要經營年輕族群這一塊 所以不會再這麼嚴肅了對不對 都會比較拍一些輕鬆愉快的影片 像剛剛那個定裝的形象的影片 除了這個之外還有一支很有趣味的影片對不對 欸什麼啊 欸這支沒有 聽說還會跟小孩搶彈珠台啊 就是平常的工作計時是吧 是是是 都會放在臉書粉專上 對 所以大家如果想看一下委員那些有趣輕鬆的 都在粉專上 對對對 其實我們有時候叫我們辦公室啊 辦公室都沒有很 就是人都不太正常這樣子 才會幫我想一些花絮什麼梗之類 講到跟年輕人 您看看就是我們現在我們幾次的調查 尤其是特別是最近我們年足跡總處做出來調查 這種年輕族群的失業率 都是我們平均失業率的超過3.2 嗯 那這麼高的這種失業率 然後再加上平均薪資兩萬七的這麼低的這個薪水 到底您從一個立法委員的這種角度來看 我們有沒有什麼樣的未來啦 然後再推動的這個政策 做為上都能夠幫忙到年輕朋友 其實我一直在思考一個東西就是說 我記得有一個市長曾經說要超越新加坡 後來他又改口說要超越荷蘭 那其實我覺得 新加坡跟其他國家有一些地方很值得學習跟接近 像台灣現在開了太多大學裡面 或是一些大學裡面開了一些課程 根本未來沒辦法謀生 那這些課程開太多了 那我覺得政府其實對於大學是有補助的 我覺得很多的補助辦法 要開始重新的去調整它 你開了一些有空不順的課 讓大家可以在裡面去讀書 你又學不到東西 學生也不想去 老師也不想教 那不就是標準的惡性循環 所以我覺得這一塊 我覺得未來補助大學的這些要點 一定要去改變它 因為我們已經進入少子化 現在其實台灣的生育率還是低 所以我們的勞動人口 或者是這些相對的專業的東西 其實它等於是一個非常稀有的source 稀有的資源 對 所以未來要求職的精了 對 因為少了嘛 對 那第二塊就是說 我自己現在在讀博士班 我現在是博士班 對 唸什麼 我是唸資訊管理 我是知名中錯生 對 那我其實 包含我在學校裡面 我在學校 我想要學著寫程式 我發現學校沒辦法教我 沒辦法教我 變成我還要再去補習班去學 或者說上網去學 不然就是虐待我 會覺得國外念書 不是國外好像很小的時候 就開始在學習電腦語言了嗎 呃 你學那些東西 因為每個一下有Python 一下有CC plus 什麼之類的 它語言是不一樣的 但是邏輯是連貫的 但是那個都是還要再重新訓練 不要太高估我 我沒有你想像中 沒有沒有沒有 都念到資管博士 其實我很呆 其實我很呆 因為呆的比較乖 好 那我覺得現在台灣的教育資源 有一點點某個程度過度分散 然後又過度集中 就是綜合的問題都發生 那你想學東西的人學不到 你不想學的人還要逼他學 這就是不對勁啊 所以我覺得像 呃 我們在學校裡面做的一些 性向測驗 不是說 性向測驗是你自己的興趣是什麼東西 我覺得那個問題都很大 那我覺得剛剛講 就是簡而言之 從教育資源的分配 這要好好來做 那第二塊是 現在已經進入網路的時代了 你會看我們 呃 很多大專院校裡面 其實每一間學校都在做自己的 這些什麼 課程的網路化 可是你會發現大家自己做自己的 又沒有做出特色來 那不然就是上課跟念經一樣 我覺得教育方法要改 那最後一塊就是職場上面的在訓練 我覺得這一塊好重要 因為 現在這個年代 可能 我同時要能夠寫文案 又要能夠做圖 又要能夠做財務規劃 又要做什麼做什麼做什麼 我覺得 現在這個年代已經來到所謂通財的年代 什麼都要做一點點 什麼都要做一點點 但是不用 不見得要經 那但是我覺得 我們這個年代 更重要的反而是 客製化 以及 forecast 就是你能夠預知三五年之後 大概市場會長怎麼樣 怎麼樣子 這一群人才有辦法在未來 持續的生存下去 所以職場在訓練非常重要 那最後一個我覺得 未來我們要做的東西是 好好的把職場還有產官學 應該要把它整合起來 那像我在看 111認利銀行你們公司 對公司其實 平台就做得非常好 你們不斷有傳媒 然後又有企業端 又有職場求職者 甚至是你們還要把這些流量灌進來 好好去善用這些流量 我覺得這些其實都應該 這就是可長可久 而且我真的覺得 很多工作的心 我們勞工或者是做主管 其實要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待人要待心 我覺得在職場上面 一定要能夠看得到一些願景 因為做一樣的工作做久一定會累 但是如果你有一個方向給他 像包含我自己的員工 其實做明代的助理 如果大家有遇到他們 對他們友善一點點 其實他們是很辛苦的一群人喔 很辛苦 而且我們的工作時數又長 然後每天在外面辦中暑的 我常常幫我員工會刮沙 好這不是重點 你自己 離題 就是我覺得其實要有一個願景 讓他們去follow 對我覺得這個好重要 這段談話時間 雖然花的有一點點長 對不起 但是我覺得 它既包括了對年輕朋友的一個提發 也就是未來要進入職場也好 或是現在在職場上走的年輕朋友 在現今的這個環境當中 到底要怎麼做 才有機會讓自己充滿的相對的希望 同時也對企業主喊話 這件事也很重要 我們也一直很希望 企業主如果說 在你的有限的條件之下 能夠盡可能釋出一些福利 然後吸引到更優秀的人才 其實這個人才為中心之本 對企業發展也是一樣 才能夠讓你的企業 能夠有一些轉變 復甦或是升級的一個機會 我覺得這個非常感謝委員 還有包括在裡面 還更重要的 對我們1111人力銀行的期免 我們希望能夠未來做得更好 不只是幫企業找人才 更還能夠為企業能夠行銷 還要幫企業行銷 然後讓年輕的朋友 在這個地方能夠獲得 透過1111的平台 透過有更多元的一個發展 今天真的非常謝謝委員 非常謝謝委員 在北王當中 還來到這個地方 跟我們線上的好朋友 有這麼close 這麼親近的一個接觸 我們在每一個禮拜 都會有邀請兩位 民意代表 來參加我們這個 明代來接招 接招 這樣的一個單元 下個禮拜 下週五 我們要邀請的是 民進黨議委陳婷飛 一樣在下午4點鐘 大家要繼續鎖定囉 鎖定收看 好不好 有更多的新聞訊息也好 或者說你所不知道 明代他的故事 還有就是明代 民意代表他們在自己的立法工作上 怎麼樣來推動一些 幫助年輕人朋友 在職埃發展更為順利 的一些做法 都要鎖定我們的這個節目 同時還可以在網路上留言 你有任何的問題 要來請教我們的邀請來的明代 都隨時歡迎你 好不好 今天節目就進行到這邊 明代來接招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謝謝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我們中長 感恩感恩 謝謝